爸姐,我说的是真的 我在某大型国企工作做掉包邮区 跟他在不同系统的单位工作 两年前加了微信 聊过没几句,都是工作相关的 本来就要今年润 父母不同意,吵了好几次 后来只要一提到这个话题 家里空气就瞬间变差 但我爸还是把需要他办的资料办好 眼看着时间越来越近 一方面发手头钱不够 一方面手头的工作还没全部处理完 然后又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和能力 以上是背景 因为今年上面开始强出一套新系统 下面的单位忙得不可开脚 我说的工作群就是那时候见他 但他的交流也变多了 他跟陌生人了解属于那种 需要随性轻松的 有一次我加班在群里发信息 被他看到,他来关心了一下 结果聊了一晚上 后来约出来看脱口秀和吃饭 感觉越来越好 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时那种轻松的心情 也会故意说一些话让他对我 虽然他不会主动发信息 但是进展挺顺利的 清明后有一天晚上找他聊天 聊着聊着他突然说了一句 类似表白的话 第二天就顺理成章在一起 那周末两天都捏在我家里 心里又甜蜜又纠结论的事 说实话那时候我真的想算了 因为是新房 我爸妈不准别人睡我床上 当然早就破了 因为是新房 我爸妈不准别人睡我床上 这是什么管教方式 你爸妈是你的真结守门人 然后你早就破了 也是说你的顽臂之身 不是很懂 别人睡了你床会怎么样 没听过这种洁癖 就是新房新床不让人睡 新房有仪式 谢尔顿会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自己的床不让别人睡 这是你自己的自由 比方说我在一个宿舍里 我有一张自己的床 我不喜欢别人睡我的床 或者坐我的床 这是我的权利 我的自由 但是爸爸妈妈来管 别人能不能睡我的床 有一点 感觉孩子没长大呢 接着读 看他在我家留下的生活痕迹太多了 我一个人收拾不过来 他被爸妈发现 想让他注意一点 就把这规矩跟他说了 你爸妈不允许你谈恋爱 还是不允许谈恋爱 把女孩子带回家 还是说你长大了 还住在你爸妈家里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都工作了 交女朋友或者交男朋友 不都很正常吗 不允许女孩子睡你床上 那男孩子行吗 那那怎么办呢 为什么不允许女孩子睡你床上啊 那地上可以吗 除了床上是不是都可以啊 你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还想不想要孙子了 那就是说是不许你谈恋爱吗 接着看啊 加上之前脑子一日 跟他说小时候被父母教训的事 以及我爸妈现在还给我大包大揽 包括这房子也是 他就说我妈保啥的 当时没放在心上 第二周周一晚上出来吃饭 还怪我早上没有问候 其实那天早上我花很过敏 加上工作出来披露 我心情很不好 而且因为之前的经历 我没啥事一般不会去找对方 但是我跟他说的是 我妈就很喜欢每天早上问好 我很不喜欢这一点 她就受不了 吃完之后散步 她就说还是做朋友吧 觉得我太孩子气 觉得她适应不了我家的气氛 她是想跟我好好处的 她说在上一段感情里一段线 太深好不容易走出来 不想再受一次伤 我因为反应慢 而且为了装逼 当场就大方同意了 不是你大方同意了 说明你反应挺快的呀 好了不开玩笑了 继续你多 这也算是我谈过最短的一次恋爱 满打满算不到一周 之后我还真的像朋友一样 聊天相处 看得出他对我还有感情 但也看得出前任对他的伤害很大 不止于感情 让我很不爽 觉得他在拿前任惩罚我 怕被他受过的伤影响 也没下尽决心 这一个月跟他断断续续聊着 明显能感觉到他的感情越来越淡 每次看到他在工作群里发信息 亲就动一下 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怕他跟别人跑了 明明已经决定杨树 知道跟他没有未来 但还是放不下 我该怎么办呢 照片就不发了 发两张昨天的聊天截图吧 最后逐六七三七三 说时长红 八姐和所有幸福自由 我们来看看他的邮件的 那个聊天记录 这个聊天记录 感觉就很平淡啊 你这个聊天记录 是想证明说 你不是编故事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 光看你的文字 就知道你不是编故事了 看出来了 就是说 一 你没啥主见啊 如果说你要移民 跟这个女孩子 肯定是没有太多感情的未来的 那就算了吧 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 是要脱离父母的掌控也好 庇护也好 牢笼也好 光怀也好 就是变得更独立一些 这样才有利于你的 不管是人生的工作呀 或者爱情呢 才有帮助 你跟这个女孩子 你虽然感情上 是有点放不下 但你也知道 你们总共也就好了一个星期 马上你又准备移民了 跟她也没有太多希望 一时的感情放不下 这个也很常见 过一阵子 都会慢慢好转的 你要注意的是 独立生活这个问题啊 像刚才你说的 这里就感觉你 很孩子气啊 比方说她说 她那天怪你早上没有问好 这个在我看来 可能是对方 一个撒娇的一种 flirting嘛 她说哎呀 你怎么早上没有问好啊 我猜哈 然后你心情不好 你就说 我妈最喜欢 叫我早上问好了 你怎么跟我妈一样 我觉得这基本上 可以说是 男女谈恋爱这种 最破坏关系的 一种聊天方式了 就是男方说 你好像我妈呀 我妈就喜欢这样 我非常讨厌我妈这样 你真的跟我妈好香 这基本上是 就是要 deal breaker 对方怪你早上 没有问好吗 我要看她是怎么怪的 我这么看来看 感觉就像撒娇一样 她们可能是希望你拥有 她妈妈身上所有的优点 并且包揽 她妈妈所负担的 所有的责任和事物 就是接下她妈妈的重担 就是怎么讲呢 如果说一个男性 他被自己的妈妈 或者说爸爸 照顾的非常好 一直到他成年 出社会 工作了一段时间 他依然被自己的家人 照顾的很好 那么在他脱离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 他就倾向于找一个 也能把他照顾的很好的一个人 因为他被照顾的太好了 保护的太好了 他没有照顾别人的能力 他希望能够再找一个人来照顾他 所谓新娘 新娘就是一个新的娘 有个这个说法就是 我被这个人照顾了 那么我接下来要找另外一个人照顾我 找保姆的那种替代的角色 一种依赖吧 不喜欢问好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他比方说 已经在国企工作了 然后交了个女朋友 女朋友带回家 还要就是说 清理女朋友的存在的痕迹 这个有一点就是 让人觉得他没有独立吧 就等于是说 女孩子想找的富二代 是爸爸 妈妈给你买了一套房 给小两口住 而不是说 你的爸爸妈妈给你买了一套房 不许我睡 你懂吗 就是说 我想找一个这样的富裕的家庭 而不是说 要偷偷摸摸给你搞地下情 那就这破房子 还 这是比方啊 你还这么宝贵 我睡一下 我睡一下 你还得收拾 你是不是嫌我脏 就说明 你对这个房产没有控制权 没有所有权 你也没有什么财产 你有的一切 东西 你拥有的财产 不是财产 而是零花钱 你都靠家里 那就麻烦了 我不仅得为你提供情绪价值 我还得伺候好你爸妈 这就是一个很烦的事情了 你没有控制权 你没有所有权 你没有处置权 这个谈恋爱体验就很难受了呀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在于 跟这个女孩子之间的感情问题 在于你还没有独立 我都能想象如果你移民了之后 得写多少哭诉的邮件来 下一封就是移民洛杉矶的富尔代 写来的哭诉邮件 说着说着就来了 这不就来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